我們看這個題目 解下一個1元2次不等式 首先我們看第一小題 這是3x平方加x-4大於等於0 那麼3x平方加x-4呢 我們做這樣分解 這3是1乘以3 那4是1乘以4 那為了得到正1呢 這負號給1 這樣子可以得到4加負3 這等於正1 因此呢這裡我們得到 這是x-1乘以3x加4 這大於等於0 那麼相乘大於等於0 那麼x呢是大於等於大的 或x小於等於小的 也就是我們回答 這x是大於等於1 或 這x是小於等於負3分之4 這個答案 所以這裡呢我們回答 這是x大於等於1 或 這x是小於等於負3分之4 這個答案 接著我們看第二小題 這是2x-x平方加7 大於0 那麼我們整個式子一向過去 可以寫成是 這是x平方-2x-7 然後這個小於0 那麼這時候呢這裡是小於0 我們得到 這x呢是介於兩者之間 那麼這兩者呢會是 這x平方-2x-7等於0的兩根 那麼我們在這裡計算 x平方-2x-7等於0的兩根 那麼這是x等於2a 2x-1 分之負b 負得正這是2 加減 根號 b平方 這是負2取平方 這是4 然後減掉 4x1x-7 那麼得到這是 減 這是負28 所以負得正 加28 所以呢這等於 2分之2 加減 根號 32 根號32 我們寫成是4 根號2 所以呢 分子分母同除以2 我們就算出 這等於1 加減 2 根號2 所以呢我們這裡就可以回答 這是x 介於兩者之間 那麼小的呢是 1-2 根號2 那麼大的是1加2 根號2 所以這裡我們回答 這是x 大於1-2 根號2 然後小於1加2 根號2 我們回答這個答案 我們.. 超於1-2 0-1 或者先選擇 大於1-4 1-2 公方3